至少在这段时间到5月份这次加息来说 我觉得再有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英那边的变化应该就有机会不大 所以对美股来计 我觉得就不算说太负面的影响 但是当然都会受到这些言论的消息 其实是比较可能是发上发落一点 毕竟其实整个美股我觉得现在 你说炒族的消息 除了可能美国加息 或者是缩表这些因素之外 其实就不算太多其他东西 特别在企业盈利层面上看 其实就没什么的炒作 因为过去业绩期就过了一等 就等到第一季业绩 但是当中你看到过去和现在来说 在就着业绩期的前后 其实无论对企业好 或者是整个指数也好 其实估值就没什么太大的改变 所以反而现在我想要看的 都是看这些消息链 就是比如加息与否这些这样的因素 当然都要留意着乌额的因素 但是这件事件来计 虽然暂时都好像未有完结的一天住 还有互相有些制裁因素 但是的确过去几个星期都说了 其实对于外围的市况上看 无论美股或者是有这些 其实这个影响性就开始是减弱了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美股来计 我觉得短期都仍然受着这个加息 相关比一些言论上去左右住 但是但是在上的方向 例如可能导致为例 究竟会不会再穿下去之前 可能32,400 32,300这麽低位呢 我觉得暂时机会性不大 那反而短期支持位 如果能够守着34,000边的话呢 其实都还有条件做反弹先 我们的行动 发展出下的方法 还是更多坏 行动 但是每个人时刻都保存在 这个投资的地方 也让你会员 我们的行动